县政府表示,宜兰国际童话艺术节自1999年开始邀请斯洛伐克民俗舞蹈团来参加童话节,长期文化互相交流 而除此之外,宜兰更是台湾与斯洛伐克连结的重要起源 早在250年前,斯洛伐克的贝纽夫斯基登陆宜兰苏澳附近的海湾 这是台湾与斯洛伐克双方接触的重要起点,让台湾与中俄国家有文化上的火花 而据此,2021年正式贝纽夫斯基登台的250周年之际 斯洛伐克代表处近年来积极想与台湾来有更深的连结 经过宜兰县政府的长期磋商之后,决定开展以贝纽夫斯基为轴心的文化交流活动 与南洋博物馆来接洽规划办理 1771年贝纽夫斯基伯爵在宜兰,展期预计在110年的5月13号到9月13号 另外,斯洛伐克特纳瓦省府希望配合贝纽夫斯基登陆台湾250周年特展 自证宜兰纪念雕塑艺术品的公共艺术 放置在贝纽夫斯基登陆点苏澳附近 近日,先政府与外交部也积极讨论后续的设置事宜 一来新闻记者十四名采访报道 看照查看 龙 Flu 彼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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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